大家好,早在1月8日,英国BBC的记者来到了北京,故地重游 他说要对比新冠疫情一年前后,北京市街头景象的区别 还特意强调,在接近一年前,北京市封城了,店铺都关了门 没有了客人,外地的游客也都没有了 大部分人被关在了家里,他们失去了自由 记住了,失去了自由这几句话,是当时整个报道的主旨 包括后来BBC一系列的关于中国的新冠的报道 大体上都是遵循这个主旨的,而且在这个主旨之下 百般的暗示,作为北方经济最好,体量最大的城市北京 你看都这个样子的呀,那整个中国的经济会如何 你自己想吧,他不会给你一个明确的结论的 可是当这名记者来到了北京,看到这些商业街,灯火通明 顾客络绎不绝,往来的人群也是非常的多的 而且复工复闪的情况也比较好 这个心态略为有些失衡,毕竟不双标就不是BBC的记者了 就不是西方的记者了 西方的记者是从来都不肯承认错误的 于是就随机采访了一些店主啊,还有一些行走的这些市民啊等等 但是他们采访的很多问题啊,都是带着坑的 而且在北京吧,我觉得很多人啊也见识的多了啊,都比较了解 所以有一位大叔直接就说了,对吧,比你们国家控制的好 简单干脆,对吧,你的很多问题啊,我都不回答你了 还有一个服装店的老板娘说,不像你们国外,什么都不管 对吧,你们是有了自由了啊,但是你们可以对吧,被感染啊 也可以去传播别人,这种自由啊,我们还是不要了 同样啊,还有一个大叔 呃,直接就说了啊,我们很凑合 对吧,但是啊,比你们国家好 而且你怎么不戴口罩呢 对吧,你赶紧离我远一点啊 而且这个大叔啊,后来 接受别人的询问的时候,也说了 当时啊,这个英国记者 没戴口罩啊,我就想离他远一点 同样的啊,也有一些热门的评论 都说,你英国来的 怎么来的,有没有核酸检测报告 为啥不戴口罩呢 你赶紧离我们远一点,哎,别跑 我要给疾控中心打电话 网友的热门评论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啊 呃,所以啊,对吧 还是前面说的啊,这个BBC的记者啊 到了北京啊,到了中国的大城市啊 并没有得到他要想要得到的东西 我觉得尤其是在北京吧 很多人啊,出过国啊 嗯,再就是有很多人吧 即便没有出过国啊 对西方记者的套路 也是非常了解的 对于他们这种带有陷阱式的问题啊 最好不要顺着他的问题回答 对吧,而是直接向那个大叔说的 比你们国家控制的好 这就可以了 不要跟他废话 因为西方记者 总有 他的理由 总有他的借口 如果你要说啊,我们控制的不错 对吧,他就会说了 你看现在这个周边的河北如何如何 你看你们又不顾河北了 对吧,光考虑自己啊 如果你要说,虽然控制的不错吧 但是有些问题啊 他就把你控制的不错的那一部分给你剪掉了啊 就专门把你的这个问题的这一部分给你放出来 对吧 如果呀,那你直接就说 哎呀,我们控制的 对吧 不怎么好啊 大家有一些抱怨等等 哎呀,那他就找到大瓜了啊 呃,事实上呢 我们客观的讲啊 其实不仅仅是北京 包括全国 去年从1月24日开始 都陆续封禁了两个多月啊 时间是非常长的 各有各的困难吧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不管是市民啊 还有村民啊 也包括支援者啊 等等啊 都有他的困难 都有很多的问题啊 大家的情绪也不是很好 再加上今年冬天 尤其是华北啊 东北很多地方又陆续爆发了 对吧 很多餐饮业啊 几乎是折腾了小半年啊 哪个镜的时候这种折腾啊 也包括北京啊 即便你看到 对吧 现在呀 是恢复的不错的 但是北京除了春节那一轮封禁 后来新发地部分封禁等等 影响也是很大的 呃,你譬如去年上半年 北京就有一个新闻 一个大学旁边的一个咖啡店 对吧 两个学生啊 也是一对情侣 就点了一杯咖啡 因此和老板娘吵了起来啊 在互联网上呢 也争论了起来 后来老板娘也回复了 对吧 哎呀 说他这个情绪也不怎么好 但是啊 如何如何 其实你看他说的所有的但是 都是因为好几个月也没营业了嘛 这个房租也没给他减 呃这个压力啊都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 所以大家其实都带着情绪的 这个网络上这种事情的吵架呀 不管你是占哪一方 但是更多呢还要考虑一下 对吧 每一个人啊 面临着具体的现实的困境当中 所产生的具体的这些情绪 这些情绪啊 也都是客观存在的 我觉得大家抱怨抱怨发泄发泄 也都是好的 但是这种抱怨 如果到了西方记者那里 对吧 又开始变着法子 黑你了啊 又开始断章局役了 又开始把问题放大了等等吧 所以啊 北京 其实我觉得中国大城市的这些人啊 大概都是了解 对吧 BBC这一类的西方记者的套路的 所以西方记者也比较聪明啊 最近 对吧 他不去大城市了 他去了武汉啊 而且也不去武汉市 去了武汉的乡村 嗯 那么乡村呢 大部分乡村的情况都差不多啊 这个青年人啊 都不在 都是一些老年人或者是中年人 其实BBC在武汉乡村采访的情况 大体也是差不多的 而且镜头呢 专调一些对吧 比较破败的地方 当然我也不反对镜头专调破败的地方 其实中国呀 不仅是武汉 全国都一样 对吧 大城市发展的很好 那周边的很多的乡村呢 这些年有所改善 但总的来说吧 也是 有很多差距啊 有的地方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好啊 客观的展现 倒是没什么 只不过呀 这个西方的记者 往往把这一些啊 当成全部 而且在这些地方呢 刻意的渲染 这就有问题了 呃 我觉得要客观一些 要全面一些 对吧 你不管是武汉呢 或者是全国的任何的地方啊 城市也好 乡村也好 对吧 有他好的一面 有他不好的一面啊 如果客观展现啊 倒也没什么 但是刻意的跑到乡村去了 对吧 而且很多问题啊 也是非常有诱导性的 我看了一下 BBC的那段视频的剪辑啊 有些我不知道他问了什么问题啊 但是看回答 其中有一个大概我觉得60岁左右的一位老者吧 说这个哎呀 现在经济也不好 赚钱也挺难的 那还有一位老者呀 说这个农村的彩礼啊 也比较高 对吧 这个面临的压力啊 也是比较大的 等等啊 这说的都是客观的现实 那么也问了一下疫情吧 那有一位老奶奶 也说这个对疫情啊 不是很乐观 那后来呢 他又去了一个小摊贩吧 对吧 有一个摊主旁边还有一个檀吉他的啊 这个摊主啊 也提了一嘴 说这个自由啊 并不是像西方这样真正的自由啊 比如你们带着病毒啊 可以四处的乱逛啊 或者是可以传染给别人啊 或者有可以不戴口罩的自由啊 这类自由就不是自由 因为这类的自由啊 你会耽误到别人的 关于疫情的东西啊 我看武汉那一那一段 就放了这么一段啊 这一段呢 也是 我觉得还是有那么一点打 BBC记者的脸的 我觉得BBC记者呀 来采访主要是针对疫情的 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中国的 对吧 这个不管是乡镇的还是农村的呀 这个老百姓啊 关于疫情 对吧 防控啊 有很不好的事情啊 跟这个西方记者谈 那么这个西方记者呢 在武汉乡村主要还是镜头 对准非常破败的一些地方啊 然后对吧 就是问一下村民 你感受如何呀 经济如何呀 等等 为了都是这个啊 后来又到了一个农村的集市 那么这有一个小摊主也说啊 以前这个集市是人声鼎沸的 但是现在人呢 并不是这么多 尤其是 对吧 眼瞅着要到春节了啊 很多地方又陆续爆发了 那农村的很多大吉啊 也是不能赶的 我们这些大吉也都封吉了啊 不让赶吉了 对吧 避免赶吉啊 再发生一些聚集性的感染等等 但是同时啊 对吧 也有一名武汉的 应该是一名村民吧 他说啊 虽然吧 有一些的问题啊 等等 但是他的心情是比较舒畅的 因为现在的武汉 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 我也给补充一句吧 也是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最后吧 总结一下 看了BBC的这两段视频啊 非常的有意思啊 首先 对吧 打脸打的比较狠的呀 是北京市的这些摊主和市民 毕竟大城市的嘛 对吧 建的也多啊 那么到了农村 我觉得农村的很多人们还是比较朴实的啊 也客观情况 客观的回答他的问题 而且他的很多问题啊 也并没有针对疫情 西方的记者啊 也选择一回了 就是问一些经济啊 等等 所以有了彩礼高啊 赚天南啊 这个乡镇的大吉啊 不像去年那样 人声鼎沸啊 等等 但是啊 其实谈到疫情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说的不乐观 那么一个说武汉是最安全的城市 还有一个就是批判了一下西方的 这个自由啊 其实我简单说一下这个不乐观吧 如果你现在要问我疫情如何 我也会回答不怎么乐观的 但是这个乐观呢 往往是针对我们生活 针对国内的这种具体的直观的感受啊 你比如我在东北 你说现在 你跟我说我很乐观吧 我显然不能很乐观 对吧 包括我们周边啊 陆续都有 这也不乐观啊 但是这种不乐观呢 如果按照西方媒体的那种报道吧 显然就会给你歪曲了的 对吧 他显然要有把你这个不乐观 给你无限的引伸啊 啊 引伸到对吧 你这个控制疫情啊 不自由 不人道 封城如何如何 对吧 人民有出来流动的自由 上街的自由 他往往给你引伸到这个地方 或者要给你攻击一大堆的东西 那么这种无限的引伸啊 往往又让人非常的反感啊 对吧 我明明说了是一个一的问题 你给我谈了个一百的问题 如果放大这么大 显然是不行的 所以吧 总的来说吧 不管是在北京 还是这一次在武汉呢 当然是武汉的乡村啊 BBC的记者呢 基本上都没有达到他所要的结果 其实我看他采访完 对吧 剪辑放开的那个视频 也没有达到 对吧 他想要抹黑的 那么一个结果吧 但是啊 他总会通过一些细节啊 一些镜头啊 拐弯抹角的啊 夹带私货的 给这个观看者呀 某种暗示 从这个角度上 西方记者是真的高啊 真的水平高啊 有的时候吧 还真的值得学习那么一点点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最后吧 还是说一下吧 对吧 其实今年冬天啊 尤其是临近春节啊 国内的疫情啊 也怎么说呢 确实是不怎么乐观呢 尤其是以华北和东北 情况要严重一些啊 而且我们的春运 是全国最大的 这么一次人员流动 去年呢 去年啊 对吧 全国人民都回家了 普遍封禁了两个多月 我觉得今年啊 是否还能够承受得了 这个损失呢 大家是否还能够 在家待两个多月呢 所以这就和卫健委说的吧 对吧 如果不是非常有必要的 能不返乡尽量不返乡吧 而且现在给这个返乡啊 也设置了很多道道的门槛啊 就是排除掉一些 非不必要的啊 这些返乡的人员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